嗨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要繼續跟大家聊的是這個生活當中的斷舍禮的第2集 然後主 我是主持人 然後這次一樣是邀請我的姊姊 就是一起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這個斷舍禮的這個經驗 掰手 好 那我們就是繼續往下看喔 因為我們上次已經講了上半段的部分 如果你還不確定的話 也可以先回去那個 我們的YouTube平台去看上一支影片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要繼續往下走到我們 今天的重點就是 到底 要怎麼樣斷舍禮 因為我們都知道 說的很容易但是做的可能困難 那到底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我們就是 第一個切腳切下去 然後 可以讓我們不會那麼困難的 那麼簡單 就是還可以比較輕易一點的去 做人生的第一個斷舍禮的步驟 好 那 其實斷舍禮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流派 所以其實做法也不太一樣 那但是我自己覺得蠻受用的就是 你一開始的話可以用 類別來整理 而不是用 地方 那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整理其實都會傾向說 好我今天就把我的房間 整理完 然後 客廳 或者是 其他地方 就不管 但是你會發現其實 不同的空間它會有 一樣的東西散布在那裡 對 比如說書可能房間有 然後可能你在客廳看完你也丟在那邊 然後廁所裡面搞不好也會有書 對 所以其實應該是要用類別的方式把這些所有的書都集中起來 然後 把他們 全部 審視一遍 然後看 你要還是不要 然後把不要的 就是捐人啊 或是回收掉 對 那以類別 來做的話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你不會落掉 那些沒有 沒有 沒有整理到的東西 所以說其實 因為以前其實我也是用 區域的方式整理 然後今天可能就 覺得好客廳 跟餐廳的部分 整理 那整理完之後呢 其他部分就改天再說 可是可能就會發現 欸 我這邊整理過 剪刀 那為什麼在其他地方又有剪刀出現 對 然後就是到處找到一樣的東西 然後或者是說水電費賬單 或者是說發票 你在客廳的桌子底下會發現發票 然後玄關也會發現 然後 房間的 那個 怎麼 房間床旁邊的那個桌子叫什麼 床邊桌 你可能也會發現 對 所以就是一次把他們集中在一起 然後做一次的淘汰跟整理 這個是比較徹底的 你才不需要說 每天每天一直整理 或者是 這個月 每個週末都在整理這些東西 因為我發覺 我也有這種問題 就是我在 家裡面看書的時候 我在客廳我可能就會放了三本 然後 我要回去房間睡覺的時候 我就拿了一本回去房間看 對然後就會變成我的書到處都有 然後有時候我帶回來 我回來台北 然後我就會忘記把這書帶回來 然後爸媽就問我說 你這找你是要怎樣 就家裡面都是我的書 就沒辦法 沒錯 所以就是 如果你東西散落在各處的話 你可能也會比較 你也會比較容易忘東忘西 因為他們並沒有 就是每個東西其實都要有自己的家 你要 空出一個地方 然後 然後你自己也會很清楚說 什麼東西就應該去哪裡找 這樣子 就不會忘了 好 那我們 那我們繼續往下走 這個 第一個 就是如果我們要先從 衣物 我們平常穿的衣服裡面來做這所謂的斷舍離 那有沒有一些什麼不錯的指導步驟 可以跟我們講 好 那 為什麼第一個會是放衣物呢 因為你要斷舍離的話 如果你是 自己住的話 那可能這個還好 但是如果你是跟家人一起住 那 不可能說 你今天就要 幫全家整理 然後全家人的東西你要 你要一次決定丟或是不丟 所以其實斷舍離一開始 你是先從 跟自己比較 你自己有控制權的 有管轄權的東西開始 那跟我們最 最貼近的東西 其實就是 你每天穿的衣服 這個是你自己有權力決定 你可不可以丟的 對 所以我們就先從 衣服開始 那 這個 鏡頭馬里會是說 如果 從衣服開始的話 你可以 應該要從 非當季的開始 那他的方法就是 你要先 把那些非當季 比如說現在是夏天 你把冬天的衣服拿出來 然後你一件一件的 放在手上 你去 感覺它 然後 或者是你把它攤開看 然後想一想 你還喜歡這件衣服嗎 然後 你有沒有心動的感覺 然後 你還會想再穿它嗎 這些問題想一想 然後決定它的 去留 我發覺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像 我連結到我自己過去的經驗 然後我 大學的時候 我覺得我對自己 非常沒有自信心 所以 我就會去參加不同的各種社交場合 不管是社團還是 外面的社團 一些活動 我都會盡量穿不一樣的衣服 所以我就會 如果 我每個週末都要出去 我等於每週我都要買新衣服 然後每週都要一直穿不同的衣服 去跟人家見面 就覺得 哇這好誇張 因為 這樣子回想起來就是 我大學有打工 賺錢 但是我那個錢全部都花在衣服上面 你知道嗎 都沒了耶 所以 斷舍離真的我覺得衣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去做到這件事情 像 我的衣服很多 都還留在彰化 那都是大學那時候留下來的 但是那些衣服我現在都不會穿 喔對 沒錯 因為衣服 也是會 你對衣服的那個品味 也是會隨著年紀改變的 你是上班族的時候 跟你是大學生的時候 那個衣服就是 呃 那個 你會不會穿它 這跟年紀也是有關係 所以其實如果 是已經過了 你 你現在適合的樣子 已經不適合你了 那我覺得其實就 可以 横下心 把它們整理 然後回收掉 所以因為像大學的衣服 你現在也不可能上班穿 不會 這個已經 完全不適合了 所以也可以先從這種 年代比較久遠的衣服先丟 然後你就會發現 多了很多空間 但是不是要買新衣服 哈哈哈 那些空間不是要買新衣服 因為衣櫃其實還是要留有一些 一些空間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才不會看起來太擁擠 對啊 然後你的你的衣服也是需要一些 呼吸的空間 如果你全部都放滿了 其實 那對衣服的保持也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我覺得 我們大家可以先從衣服上面 第一件事情去做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 那 我們的這個提綱上面有寫到第3點 說不要 把不要的衣服當成是居家服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有很多人丟的時候 他會覺得 這個星星的 或是這個我們才沒穿幾次 但是他可能 我穿起來可能沒有那麼那麼瘦 或者是說這個顏色好像不太適合我 但是沒關係 我可以 就是在家裡的時候穿他 相信我 你還是不會穿他的 就算你在家裡 因為他有可能是 不舒服的 對 因為 其實說 你要穿出去外面的衣服 跟你在家裡的衣服 那個本來就不一樣 你在家裡穿的衣服 你一定追求是 舒服的 而且你不會穿太緊的 你會需要是比較寬大的 然後可能免質的那種觸感比較舒服 可是你要丟掉的衣服 他不一定是這個樣子的 那比如說像 不管是 Unical 或是無印良品 他們都有一區是賣家居服 家居服就有自己的一個類別了 所以表示說他跟外出服還是不一樣的東西 對 所以而且你穿了他 你覺得不舒服 那家裡又是你需要放鬆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個 基本上就有所矛盾 理解 所以 大家 要再堆衣服的時候 你就要狠心一點 對 就是 舊的不去新的也不會來 雖然說我們也不希望新的亂買 但是呢 你舊的還是要丟 對 那這個 在我們的這個提綱裡面的第四點 他寫到說 抽屜式跟植地式的收納 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呃這個其實就是說平常我們摺衣服嘛 那放在抽屜裡面 那你可能會 會是 這樣子堆疊起來 對這樣堆的 對這樣堆疊起來 但是其實這樣子找衣服 非常難找 你根本會不知道下面有 有哪些衣服 所以呢 最好就是做直立式的收納 你摺好之後 把它們全部立起來 你的T恤 全部立起來 然後什麼顏色 然後領口是什麼樣子的 是 圓領 是U領 還是V領 其實也是 非常一目了然 很清楚的 然後前面跟後面 你抽屜一拉開 第一排第2排第3排 很清楚 所以你早上要跳衣服的時候 就可以很快速的決定 你要哪一間 所以就是 這種 大開的那種抽屜 然後用紙的放 是比較好的 對 所以如果 因為有很多小資族 可能是 租屋 那租屋的話 房東付的衣櫃 不一定會有抽屜 對 然後 所以你可能用起來會覺得很難用 或者是你的衣服就是堆成一大坨 那我覺得可以 可以花一點點 可以花一點點錢 你可以 去網路上 買那種抽屜式的 或者是我覺得 比如說IKEA也有好用的 然後 那個 文藝良品也有很好用的 那種三抽的 抽屜 那 我覺得是蠻不錯的一個投資 可以節省你 就是 空間 可以節省你的 時間 對 對 節省你的時間 然後 你以後 也會很清楚自己有哪些衣服 你也不會再重複購買 也可以節省金錢 真的 好 我們 再 往下看下一個步驟 下一個 是書籍 書籍我覺得真的是 像我們這種愛書人 我們很愛 很愛看書的人 就是 對我們來說絕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像我後面這邊就 一整排的書幾乎都放滿了 對 我今天在開錄之前我就問我姊姊說 姊姊你覺得我這個書櫃怎麼樣 你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書櫃呢 就是其實它沒有很大 然後 其實 總體而言我覺得書並不是說太多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 書櫃最好其實是六分買 就是你還有一個 四成的空間 你還可以有一些新的書進來 就是讓書櫃不要全滿 然後 剛剛就是 寶可夢大大問我要怎麼樣 捨棄掉 他的書 因為他覺得每一本都是 都是他自己精挑細選過 他很難 很難去 很難去把他們丟掉 那 我覺得可以 有一個原則就是說 你先看看這本書 然後想一想 這本書 當初看的時候你學到哪些觀念 那如果其實這些觀念你已經都運用在生活當中了 你也很清楚了 那其實這本書你就可以 送人 送圖書館 對 或者是你真的找不到什麼管道的話 你可以回收 對 像這個簡報上面有講到說 第一個叫全面下架 也就是說 我們在整理我們的書櫃的時候 應該要先把所有的書櫃先搬出來 然後 照姊姊剛剛講的步驟就是 一本一本去感受 去覺得說有沒有必要留下來 然後再依依的歸位 這種方式 對 就是你要 你要把他們下架 然後看 至少看到封面 因為如果只有看到 書名的話 可能你自己 也不一定能想得出來 那本書是什麼 但是 整理的時候 整理的時候 最切記 不要把書翻開 因為把書翻開之後 你可能就會開始看書 然後你的時間就會這樣不知不覺的 流逝 然後不知不覺的消失了 所以整理書的時候呢 不要把它變成看書的事情 對 就是眼鏡看書這樣子 又來工商服務了 就是我出的書 對對 大家 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好啦 回來我們的正題 就是 不要放開每本書 來看封面來做決定 是否要留下來 那 姊姊這邊講到第三點說 時效是書籍最重要的元素 這個是有什麼 特殊的意思 其實呢 就是每一本書 出版的時候呢 你買它的時候 可能 可能是 2019年 或是今年 2020年 那裡面呢 有 作者整理一些 就是 算是最新的資訊 那可是已經過了兩年了 裡面的資訊 有可能會 過時 那其實最明顯的 我覺得就是 電腦類的 書籍 因為我家裡就是 有非常多 這種電腦技術的書 然後他們的 布頭 又非常的大 筷頭很大 然後會占掉 書櫃的很多的空間 那可是電腦類 這種工具書類呢 就是最容易過時的 那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書 如果你看過以後 然後這些你也都 裡面的知識 你也都已經了解了 其實真的要 趕快把它處理 這都是姐夫的書嘛 對 就他的 而且他還不肯丟 不是 那要叫姐夫去學習斷舍禮啊 叫他來看這集影片 我回去 每天 每天播 每天播 那第四點的話 姊姊有講到說 與他相遇的時刻就是 他該讀的事情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提示 但是他也是很 大的一個 困難點 因為 像我去書局買書 我一次可能就挑三四本 然後我就說 四本是我目前看到 我最想看的 然後我就帶回家 但我帶回家我的時間非常的少 所以我可能就只看 第一本的一點點 然後第二本的一點點 然後就堆在這邊 然後最後就放到書櫃 然後我就再去買下一本書了 那這怎麼辦 對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要看 你自己想不想解決 因為解決的 辦法有很多 比如說你可以限制你自己 你今天到書店 就是只能買 一本 你最想看的書 其實這個就跟 減肥一樣 你進去 餐廳裡面 那你想要自己是一個健康的人 所以你就是 你會選擇說我今天 該吃什麼 應該吃什麼 會讓我變成健康的人 那你今天呢 走進書店裡面去 你也知道說 我這個星期的時間 就只有這麼多 對 可能只有 加加減減 可能只有三四個鐘頭 那你三四個鐘頭 也許可以看完一本 所以今天就只買一本 然後 其他的你有喜歡的 想要的 你可以先記錄下來 然後之後 你可以再上網去買 那其實這些書 並不會跑掉 然後過了幾天之後 你可能也忘記這些書 表示 那根本就不重要 對 表示你不需要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就是說 如果你在書店裡面 你看到很多你喜歡的書 你可以把它們 如果不想記下 你就用手機拍一下照 因為你可以照到封面 你就知道它的名字嘛 那你可以事後再回來 就是網路上再博客來 還是其他的什麼 Tatsai這些平台裡面 去買書 說不定還有折扣還比較便宜 那你經過了 比如說一個晚上 或兩個晚上之後 你會發現 欸 我好像這本書還好 那你就可以把這牽手下來 但如果你過了三天 還是 心心念願那本書 那你就可以下手了 對 有這種方式其實也是一種 掏學的機制 不會讓你就是 失心瘋 然後就一直瘋狂買書 那你下面就會對 囤積物這樣子 對 那其實這個原則 也可以套用在 任何你想買的東西 比較 比較貴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最常碰到的就是 買衣服啊 鞋子包包這些的 對這些其實你都可以 套用這個原則 想一想 再買 好 那我們 再往下看 就是 第三個 我們最難做斷舍離的 一個東西 應該就是我們 人跟人之間的 書信 一些信件類的 這個問題 這個東西對不對 來看一下 好 那第三個要講的就是 文件 那其實我這邊說的文件呢 也是 就是你自己的文件 不是 不是 不是家人的信 或什麼 這些文件就是 比較屬於你自己的東西 那這個文件呢 雖然說 文件也包含 你跟其他人來往的 書信或是 卡片那些 但是這裡的文件呢 是不包括那些東西的 那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你跟別人的書信 往返 那些東西 是屬於紀念品 那紀念品其實是 比較難處理的 所以這個 之後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再分享 紀念品要怎麼辦 那這邊講的就是 純粹的文件 比如說像是 你買電器 會有的說明書 你每個月的 電話費 帳單 水電費 帳單 然後可能你的 保險的 一些車子 你的健康檢查的 東西等等 那這些文件呢就是 有三個你可以留下來 一個是正在用的 可能你 最近參加一些講座 那講座的講義還在用 所以你就留著 那再來就是 近期內會需要 所以可能是到了 你年度你要 檢視你自己保險的 時間 然後那些保險的東西 會需要 然後或者是 需要保管的 比如說像 我家是 會保管那個 水電費的帳單 就是保管半年 對 所以那些對我來說是 必須要留下的東西 沒有辦法丟 那其他的部分呢 其實應該就可以 丟掉 對 我在這邊也跟 姊姊分享一件 小故事 就是像 我之前直播的時候 我的鏡頭都是這樣子 然後是 面對我的床 對就感覺起來就是 沒有那麼 那麼的 簡單 大方 美觀 所以後來我轉一個方向 就是牆壁 然後就是還有書櫃 就看起來就是比較 整齊一點 所以我在做一個 轉向的動作 其實我也做了很多的 東西的斷設理 我就一直在丟 狂丟 我就是 那個前幾天就丟了 大概有三包 四包那種垃圾袋的東西 全部丟掉 那中間其實我覺得最困難 一件事情也是 就是 你跟 朋友的 一些書信往返的 那些東西你到底是要保留 還是要丟掉 就是 很 就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抉擇 所以我在那邊我卡超久了 對 我就想說到底要丟還是不要丟 但是如果我要留下來 我也不知道要放哪裡 因為我沒有空間了 對 所以我就是拍張照 然後放在我IG限動 然後我就把它丟了 哈哈哈 因為我這件事好難做喔 因為我沒有學這個啊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對 所以其實這個紀念品是 要怎麼處理紀念品 其實真的是 我覺得紀念品 這個是一個大魔王 對 所以其實是 拍張照片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解決 解決方式 這個也是可以試試看的 因為我覺得做了這件事情 就是對我自己的過去有交代了 好 我保留下來了 但是那些實體的 像拍立德 或者是一些 寫的小信的部分 我就把它丟了 我就覺得 我不想浪費我的空間 再把你這些東西 對 因為對 沒錯 就是說對你來說 最重要的其實是 你需要空間 對 來做你想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物品不能夠再 佔據那個空間了 對 那其實關於文件 我覺得我還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 職業的關係 所以我 其實 每天都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文件 然後我以前就是會累積可能三個月 然後或者是說 這些東西是我自己辛苦做出來的 所以 我捨不得丟 然後我就會用 一本一本的 這麼大的資料夾 黑色的 然後 把它們全部都收起來 然後就是 可能有四五六本 對 然後每個 每天 然後 或者是每個星期都還會新增很多 那可是後來呢 我接觸斷舍離的觀念之後 我就想說 其實這些東西 我全部都有電子檔 對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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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後還會再改 你以後還會再改 所以 我就想說 那我又何必留著這些紙本 因為我後來發現 我根本不會再去翻這些紙本 我如果要做什麼 我一定是電腦打開 然後把我的檔案打開 然後就開始看 開始改 對 所以後來我就下定決心了 把那些東西全部丟掉 那再來就是 我每天都會有新的文件 那 我就是比如說這個禮拜 這些文件已經用完了 我也是 把定書針全部拆掉 然後就丟了 所以每天我辦公的桌子 就不會堆積那麼多紙張 然後我每天去上班的時候 也都會覺得 心情很 開心 要不然我以前辦公桌就是很擁擠 然後就是前面會有書啊 然後會有一些什麼 筆啊 定書針那些雜物 然後 然後我每天中午要吃飯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擠在一個很小的位置 吃飯 對 對 所以那個感覺其實就是很不舒服 那我 自從我就是 斷捨離 把他們全部都丟了之後 我就 每天中午上班 然後 不是中午上班 每天上班 然後中午吃飯的時候 或者是 我在 我在處理我自己 上班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心情 開心非常多 真的是 很不錯的經驗分享 那我們來最後 來看一下兩個 斷捨離的例子好了 第一個斷捨離是我姊姊提供的 對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姊姊的化妝桌 登登 好 這個是 before跟 after 然後那像 畫面上你看到這個 早期 就是 在整理之前其實是 堆滿了各種不同的化妝品 然後還有 衛生紙嘛 然後一些 有的沒的 啊那個 那叫什麼 膠帶 對 因為其實 這個就不能稱為 是一個化妝桌 因為他其實 堆了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他 就是把所有 所有不屬於這個化妝桌上的東西 都堆上來了 所以 所以他 所以他非常的 非常的亂 然後他就是類別 沒有 不清楚 然後你只是 就是隨手 你就把它丟上去 丟上去丟上去 他沒有分類 沒有整理 對 所以你這個時候 就是如果我要找東西 就會很難找 然後再來 我每天 要化妝的時候 其實我的心情是很差的 對 因為 很噁心啊 對 每天就是看到這一副 亂七八糟的樣子 對 那之後呢 其實姊姊他把它整理完之後 就是 欸 很簡單 而且他 你是不是用一個小技巧 就是 所有的東西都有一個小的盒子 然後把它 對 歸位 就是放在固定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兩張照片 很大的不同點 就是在於說 左邊那張照片裡面有很多東西 它是沒有加的 對 他就是 他就是很孤 孤零零的一個人站在那裡 然後你不知道 他應該要擺在哪 對 但是 但是右邊那張照片呢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每一個東西都是有加的 而且 每一個類別的東西不會太多 對 對 比如說 眉筆可能就 兩支 然後 一些 粉底液啊 然後化妝刷 其實就是各 各一支 各一瓶 就夠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以前的那個桌子 是比較大的 對 對 對 以前桌子是比較大的 是那種木桌 然後 比較大 對 比較大的 然後結果我東西還不夠放 但是現在呢 我的桌子是 小大概 比之前的小三分之一 但是我所有東西都是夠的 我每天 就是 只需要從這些東西裡面 拿出我要用的 然後再把它放回去 就好了 就是很 很簡單的步驟 不會 不會說找不到東西 然後 早上要浪費時間 再尋找 我要的那個小東西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我真的要學習 因為 說真的 我現在很常上節目 然後 因為上節目不是都會被化妝嗎 所以 化妝的話 對於男生來講 我們沒有 就是那個習慣 所以 但是我們 總是要把這個妝 卸掉 就沒辦法 因為 就是上節目他們都要求我要化妝 所以就變成說 我必須要開始去研究一些保養品 還是 關於怎麼去卸妝的這個東西 然後 我就開始有 有在買一些這個小東西 然後 就是來幫助我 就是 整理我自己的面部 但是後來我會發現 這種東西就是越來越多 我都不知道怎麼整理 你知道 因為對於男生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困擾的點 因為 我相信很多大部分的電視名嘴 他們也是不會 去使用這些 有些人甚至 拒絕化妝 可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比較菜 所以 化妝師要來換 你還是要給他化一下 因為這畢竟代表說 那個電視播出的那個品質嘛 所以我覺得 姐姐這個我就可以去學習 所以我可能可以買一些小的盒子 然後把一些東西放一放 那這樣子的話 比較容易去櫃裂 才不會說 整個散落 整個 一桌都是 這樣子 對 對沒錯 如果說東西散落到滿桌子都是的話 你就會覺得它非常的混亂 所以你必須一定要用一些收納用品把它們收起來 可是其實收納用品也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 對 因為如果你買了太多的收納用品 然後你的東西 就是你就想說 不夠放了 我再去買一個整理箱 再去買一個整理盒 回來放就好了 可是你又慢慢的也會發現 你自己的空間會被慢慢的蠶食鯨吞 也會不見 就全部都是整理箱這樣 對 所以其實收納可以用 但是也不要用的太多 最重要的是你的物品 你的物品一定要控制在你的數量之內 我覺得我是不是應該要把我那些娃娃都丟掉 哈哈哈 這樣停停因為他們三年喔 三年都沒動就是那一群 也太久了吧 對啊 你有沒有談下面的娃娃 所以我手掌起來就打噴嚏這個原因 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這個就更驚人了 這是我們 彰化老家 你看 我們家的客廳 就是 我姐姐啦 他們 因為他有時候會帶那個小朋友回來 那我問過我姐姐說 欸 那 有沒有就是 你有沒有想說要 找個時間 然後在講裡面就是比如說常住個 比如說三天五天 那我姐就說 不要 我說為什麼 他說 因為家裡面東西太多啦 那小朋友就是 走走跳跳 有時候不能撞到的東西掉下來 就這個原因 所以你們來看這個畫面 這些都是我老爸的傑作 哈哈哈 你看這上面有藥盒 然後還有什麼 手機 那時候iPhone4吧 那個手機盒子還在這裡 都不動喔 然後還有什麼 我爸買的一些什麼 健康食品 全部都放上面 你看這些 堆成這樣子 這是很恐怖耶 對啊 對啊 所以 我就把他就說 其實我們家裡面才是最需要整理的 問題一大堆 所以後來你知道我做一件什麼事情 就是 我還沒 真正的了解斷捨離這件事情 因為我是剛好上禮拜的端午節回去嘛 然後我就是 想到一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 那我就不如就買兩個 就是 整理的盒子 然後給我老爸 給我爸 然後就說 爸你就把東西給我放好 你只能夠放這樣子 你不能再放其他的東西了 然後我就給他 就是 放在那邊 然後就開始慢慢去整理 所以他就把這些垃圾就是一個一個一個 就 確定這個要這個不要 他也是丟了大概兩三大袋吧 然後 剩下的東西他就是把他的藥盒啊什麼 就放在after這裡 就是 這下面有 兩個小的整理盒 然後上面的話他就是 這一個空間 那他就把他的東西分成別的地方上去 對 另外這個 關起來的這個 把他打開之後 他裡面也是兩層 所以他就把他的東西都放得好好的 對 我就覺得說 其實 乳子是不是可教也啊 老輩 因為我們家真的很恐怖 就是 我們爸是不是有點輕微囤積症 我們不是講 爸爸的壞話 而是說 他這個情形其實 已經很久了 甚至我們 就是小朋友的時候 我們就是高中的時候 我記得吧 那時候 我們不是要幫家裡面過年前 都要大掃除嗎 我們把家裡面一些 我們覺得 不是 有必要留著的東西 拿到外面去丟 我爸超生氣的 他那時候就追出去說這些東西都我的給我拿回來 然後全部都拿回來之後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花那麼多時間 到底是幹嘛 然後呢 那天年夜飯就吃得非常不開心 因為他就覺得我們都丟他的東西 都沒有 尊重他 他上次都不來穿垃圾 對 我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 如果說家裡有長輩的人 可能會有 心有戚戚焉 是 長輩因為 長輩他們那個年代就是 比較動亂嘛 所以他們就是會很習悟很愛悟 所以家裡 多多少少都會囤積一些東西 對 然後 其實我接受了斷舍離的觀念之後 我可以回過頭來講 我們當時 可能也是有錯 應該也是有錯 因為就是 沒有去 沒有 沒有經過 那個 沒有經過長輩的同意 就丟他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不對的 這樣子只會讓他 離斷舍離這件事情越來越遠 他就會抗拒 對 那但是這一次我遞回去就是 他 已經 先跟 先跟 先跟爸爸說了 對 所以我爸就會願意 去 整理他的 東西 而且你知道 那兩個櫃子 花我一千六 這個櫃子是木質的 而且就是很漂亮 而且就是不便宜 然後 他就是放在那邊跟我們家 就是相得益章 就是可以襯托起來也不錯 我就挑那個木質的顏色 那他自己可能也覺得說 好像整理起來真的比較好看 所以他就很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那但是我跟他下一個承諾啊 就是說 我下個月回去的時候 你不要就是又對的像以前一樣 不要又像小三了 你要把它一直 維持在 然後我也把這件事情就是跟媽媽 還有弟弟就是做 頂阻 你要不要看著拔好 不要讓他就是 又開始亂堆東西了 因為說真的 我們好不容易做 就是已經 完成了整理的動作 但是最後如果 又再回去像之前那個樣子 那真的是 就做白工啦 對啊 所以其實斷捨離呢 他也是說 如果你不想要一直整理的話 你就是一定要 減少物品數量 還有物歸原位 所以最重要 如果說我爸他要維持 這個狀況的話 他一定要物歸原位 而且物品的數量 不可以再增加 對 那其實這兩樣 也是斷捨離 裡面算是比較難的 這很難啊 對 像我們家裡面 把他的個性就是這樣啊 他就是 愛物喜物 所以他有些東西 他就不願意丟掉 但是他又沒有地方可以放 然後他就一直堆 然後他最後那個地方 可能就會堆得像 一座垃圾傘一樣 就還蠻恐怖的 對 所以這個的話 就是大家 一定要那個 要小心 對啦 千萬不要讓這個習慣變成你 日常生活中 每天做的事情 所以我也非常謝謝 就是姊姊 特別就是來我們的頻道 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很 很寶貴 我覺得也非常實用的 斷捨離的技巧 也希望你們能夠 從這兩集的內容裡面 去學習到 如何讓自己的 加一面的空間 能夠最大化的去活用 而且不要 開始囤積東西 重點是 你如果辦信用卡新户 不要再選旅行箱好嗎 旅行箱一個那麼大 這是超浪費空間的 對啊 而且銀行送的那東西就是 出去外面拖個兩次就壞掉了 你還不如 就是花個八九百買一個好一點的 這是 誠心建議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真的覺得 這幾個節目對你來說有幫助 很不錯 趕快來按一下訂閱 好嗎 旁邊的小鈴鐺開起來 最新的影片消息 才會傳送到你那邊喔 也非常歡迎你 趕快來按讚 留言 公開分享 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 斷舍離的技巧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掰掰 掰掰